我相信这部堪称亚洲第一丧尸片的电影 釜山行已经有很多人都看过了啊 如果还有没看过的可以找我要资源 这部电影堪称亚洲第一丧尸片火爆程度毋庸置疑 一个只拥有5000多万人口的韩国 却打造出了一部千万级别人次的丧尸片 可见韩国电影正在蒸蒸日上的趋势 对有13亿人口的大明廷泰娜可要加油了 一定要努力打造出一部十亿人次观看的电影啊 想想都知道根本不可能 但我为什么还要说呢 虽然这部片子只在韩国上映了 但因为其火爆程度 现在后莱坞的很多大公司都在跟这部片子的公司洽谈冲拍版权 釜山行讲述了一场人性和灾难的盛宴 影片中充满了希望和感人 但不得不说的是剧情肯定是套路的 先不说一高片跟江人世界大战根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就连剧情也跟很多丧尸片类似 因为环境污染 导致生物基因变异形成了丧尸 但为什么釜山行会这么火呢 因为他们没有火车啊 所以说电影制作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百分之百的正确方法 一定要敢于尝试敢于冒险 这才是制作电影的真谛啊 失败没关系 要大胆的做梦 这不咱们中国的一个导演就做了一个梦 拍了一部叫做桃园战绩的丧尸片 根据朝银区居民举报 火石爆发了一场由未知病毒引起的感染 瘤症状是行动吃缓 贪吃 又把一切行动物体看作是食物 我累个去 好激动啊 跟一般的丧尸片不一样呢 一般的丧尸片中的丧尸只是听觉嗅觉一场的发达 只对人类有疯狂的攻击性 而且行动能力还很敏捷 只有击打身体部位才能让其变得行动迟缓 爆头可以让其暂时倒地失去行动能力 焚烧才能彻底的消灭啊 而这部片子中的丧尸吃一切行动的东西倒还不挑食呢 而且本身的行动能力又迟缓 虽然感觉好弱 但果然就是跟外面的妖艳货色不一样了呢 然而 我擦嘞 这他们是丧尸啊 扣个鸟笼子算怎么回事 防止咬人吗 哦 还真是 女主角的爹妈被感染了 于是为了防止他俩有人 机智的女主角就买了两个鸟笼子给他俩扣上了 但是他爹妈的这智商真让我感到捉急啊 这东西应该很容易就弄掉的吧 这个时候一个叫做派派的嫂男打来了电话 这个名字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男人 嫂男在学校那头打给女主角 称自己已经找到了把丧尸变成正常人的解药 但就在这个时候 骂男被丧尸围攻了 骂男不断的向后退 嘴里还拼命的喊着呀妈的 然后镜头一切 我擦嘞 居然就这么死了 那两只丧尸走的比熊猫还 哦 我的天 原来不仅仅是走路像熊猫 总连长得都这么像 这病毒该不会是他们从动物园里传出来的吧 然后女主角在开车前往学校的路上 撞到了一个老奶奶丧尸 但就那好心的女主角下车去扶老奶奶的时候 哎 吓你一跳 这他们是我听过最傻逼的叫声了 根据导航的提示音我们知道 原来他们的学校名字就叫做桃花园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桃花园小区呢 紧接着镜头欲软 我来个去 凯迪拉克 你这是炫富啊 应该道德绑架 啊不对 是谴责 我们应该强烈的谴责你啊 你怎么能露出这么豪华的商标呢 闪瞎了 我的眼睛怎么办 但就当车开到悬崖附近的时候 女主角的iPod手机突然没电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就当女主角急着抓耳闹塞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了一个叫做不差钱的超市 然后女主角就想进去买个充电线 我来个去 这个超市果然不差钱了 连个人都没有 随便拿吗 女主角抓耳闹塞的来到了数据线区域 然后她竟然说型号都不对 我擦嘞 听到我们下面那两个大当楼的保险词是烧坏了吗 那些不都是iPod的数据线吗 你竟然说型号都不对 然后女主角发现里面还有个房间 于是就走了进去 终于在一个破旧的桌子上 发现了一个iPod的充电器 那就是她想要的充电器 她的充电器 与中不同时尚时尚最时尚 女主角还没来得及高兴 突然就突然出来了两个丧尸 给女主角来了个两面夹击 她又被咬了 要不咬了 呃 要不咬了 呃 呃 不好意思 睡着了 我真的好担心他们这种僵尸会饿死啊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丧尸的脑门上突然喷出了绿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嘴唇黑子黑子 跟黑木耳一样的妹子 她拿出了一把玩具枪 一下子就把这两个僵尸给打死了 对 你没有看错 是玩具枪 而且还他们是塑料的 还是粉色的 哇 靠这导演得多重二才想得出来啊 呃 突然感觉好想替这些丧尸 是打包不平啊 行动起来比凶猫 啊不对 比树懒还慢 而且连塑料玩具枪都能把他们杀死 啊 突然感觉丧尸好可怜啊 然后他们两个就尖叫的跑了出来 而那群丧尸在后面 不管怎么追 就偏偏差一点追不上 这他妈也太明显了 好吧 等上车了以后 女主角竟然说 然后一言不合黑木耳又拿起了 她那把粉红色的塑料玩具枪 然后女主角又对黑木耳说 感谢你救了我 但是我不能跟你一起上路 我爸妈妈说了 不能随便和陌生人接触 那你下车 还凭什么我下车 这是我的车好吗 我的车没油了 我需要你送我一程 凭什么让我送你 我可以保护你 那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坏人呢 然后一言不合黑木耳又拿起了 她那把粉红色的塑料玩具枪 好了 这下老司机终于决定开车了 但是女主角又开始回忆起了 她跟骚男的相识 我来个去 我的眼睛啊 原来桃花园根本不是什么小区 也不是什么校园 是他妈游戏啊 而且这么辣眼睛的植物 有人玩才怪啊 还有这台词也太屌了 你俩不在一个区是怎么认识的 话说你挥动皮砖子的时候 能不要摇头吗 跟克勒摇头玩似的 晃得我头晕啊 本来就够恶心的了 然后骚男受伤了 女主角把骚男抱在怀里 我来个去 你这个姿势要不要这么销魂 你是准备要奶他吗 在罪人的回忆结束之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桃花园 他们的秘密基地 就在学校的地下停车场里 而此时外面全是丧尸 所以他们要做的就是冲进去 而里面的人 向外面的丧尸攻击 帮助突围 而他们用的武器是弓箭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太他妈丑了 现在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丑哭了 啊 我现在就在哭啊 原来这种人真的存在 能把另一个人给丑哭了 这也确实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啊 虽然我知道这么说 对小朋友真的很不礼貌 但是此时此刻 我真的很想把这部 拉眼睛的电影关掉啊 啊 冷静 我要冷静 就当女主角开车 进入地下秘密基地的时候 她撞到了一个丧尸 直接给这个丧尸 撞了三丈高啊 足足三丈高啊 要是没有天花板 你这是要上天的节奏啊 当然这个级别的操点 在本片根本不算什么 比这雷人的地方 更是数不胜数 比如这个喜欢黄瓜和黑鞋子 就连看见他们的种子 都会发情的丑女 还有在男厕所吃烧鸡 还有装成丧尸的样子 走路 他们就不会攻击你了 女主角进入到秘密基地后 发现男人全部都死光了 这里只存活了一大群女人 而女主角被告知 现在外面全都是丧尸 只有完成一个A级任务 才能留在这里 而这个A级任务 就是去寻找卫生巾 啊 没错 这么一大群女人 如果没有卫生巾的话 啊 真的不敢想了 哎 不过你们可以灌血肠吃啊 就当我想那应该是个什么味儿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 自认为很帅的骚男 他是这么说的 他们还会回来的 想看我下一季精彩的表演吗 守住屏幕 等我回来 哼哼 鬼才看第二季 这一季 affen想 不安 优优独播剧场 已经 到 到 啊 在 developer 优独播剧场 开始 stä figur